佛道新生活,一切为新造 大家好,我是小蛋 请订阅分享,谢谢你 未来有更多的影片提供给您观看、聆听 这是一本从博士拿来的小册子 明教佛教的修行方法 是善言法师讲述的 是我的独厚感 与各位听众分享 目录分为四大部分 修行的意义、气量、层次与方法 修行的意义就是要反省自己 不该做的事不做 该做而未去做的事情要开始去做 修行的气量分为大胜与小胜 小胜是指独善其身的修行 大胜是指自己要修行 而且要奸善天下 修士有推己及人的概念 帮助所有的人来修行 书里有举例说到 小胜好比自己骑脚踏车到目的地 而大胜好比乘坐船与飞机 自渡与渡他人到目的地 我觉得这目的地就是指彼岸吧 修行的层次 大胜包含小胜 大胜分五个层次 1.人 古海无边回头是岸 书中引言 成佛从本位开始 例如我们是人 从人的本位做好 如果我们身为人 却不能做好人 那成佛是不可能的 2.天 许多宗教都对天有所向往 东方的佛道 祥与化成仙 西方的基督与天主 也有升天的概念 如何升天 做了好人 在信仰神 就有升天的可能 如果做父母不尽父母责任 做儿女不尽孝道 做师长不尽师道 做朋友不尽有道 这类人是有问题的 做人是升天的基本条件 也是成佛的基本因素 3.生文 生文意识为初识 初识不一定要出家 生文有四个不同阶段 特别提一下第四个阶段 也就是思果 阿罗汉 阿罗汉表示 摆脱世俗一切名利 出家去了 对于财产 眷属 甚至于自己的生命 都没有束缚心 直白说 只没有了挂念 就是阿罗汉的境界 4.读觉 读觉与生文是一样的意义 差别在于生文 是从佛法三俗法 或阅读经典的方法 来修行正果的 而读觉则是 在没有佛教的时代 从自然界的现象 得到启发 得到佛法的真理 及开悟解脱 5.菩萨 指菩萨心肠 不只自己做个好人 希望人家也做好人 修行的方法 叫做六度 1.布施 最容易的方法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布施三宝的功德 又比布施穷人的功德 来得大 人类真正的痛苦 不在于缺少物质 彻底解决痛苦的方法 是在人们的心理上 解决痛苦 这是佛教的重点所在 2.持见 不仅仅是守清规的意思 坏事不做 没做过的好事 应该去做 你做的好事 持续不间断 总之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3.忍辱 忍受一切侮辱 忍受一切痛苦 更要忍受所得到的快乐 我觉得是一种平静的概念 4.精静 轻轻是为了我们肉体的生命 与佛法的法身会命 不灰心不退缩地坐下去 5.禅定 有三个阶段 分别是身心平衡 物我合一 物我双亡 身心平衡是指 正常状态下的平静 安逸的自我感 物我合一是大我的阶段 我与宇宙万物合而为一 物我双亡是无我的阶段 无小我 也无大我 自然里存在着 书上有说到 庆座只是成定的一种基本方法而已 主要是指心力集中 念佛 诵经 忏悔 礼拜 祈祷 都是禅的功夫 6.智慧 有三个项目 文会 思慧 修慧 文会是指所见所闻的 一切修行方法而得到起悟 思慧是指学到东西以后 圣思明辨的功夫 修慧是从前面所讲的 故事 耻戒 忍辱 精进 禅定的五种方法 所得的悟悸 为什么六度把智慧摆最后 因为佛教的修行方法 就是希望修行者得到智慧 这是最终的目标 得了智慧就是开悟了 开悟可使人们摆脱烦恼 好了 这是读完这本小册子 我所吸收的念 希望对听众也能有所帮助哦 请帮我订阅一下吧 谢谢你 让我们一起往更好的生活前进